Hello, 大家好, 主角跟大家打招呼, 這個是主角 這個是主角, 我們兩個陪伴他 今天是第一次跟蕭公做序言 Hi 再跟他一起做序言 每次序言都有他 看鏡頭吧, 笑, 跟大家打招呼 什麼話題, 今天很好玩 很認節 很認節 現在就叫做立法會選舉 選舉論壇也結束了 因為這個節目播出的時候 已經是剛剛結束了 之後兩天就投票了 問題是今屆的選舉論壇 挺好玩了吧 聽說已經沒什麼心機聽了 其實沒有一開始就已經馬聲四起了 那些不是, 我們今集的主力說什麼是辯論 但現在這些選舉論壇 按道理被人辯論的政綱, 政見不是辯論 其實當初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設計一個公平辯論環境 基本上已經是廢話 所以雖然你美其名約辯論 但實在不是辯論 為什麼呢? 如果你看外國的競選辯論 不是這樣的 最標準是哪一隻呢? 如果你看美國總統大選 電視辯論 真的電視辯論 其實是臨尾到最後 差不多到最後的環節 才叫做兩個大黨候選人 對著全國觀眾辯論 其實所謂辯論也者 都只不過是交換政綱意見 看看誰高明一點 解釋得妥貼一點 讓選人明白什麼事 其實歷史也不是太悠久 如果美國電視辯論直播的話 差不多是1960年 甘賴迪第一次對尼克遜 那次的選舉 才是歷史上第一次電視直播 所謂總統候選人辯論 甘賴迪當然是贏了 當然是贏了 英俊到白了 當然是甘賴迪是聰明 所以你會發覺 別人辯論是有一個前設條件 有什麼加科 就不是隨便 兩班人放在一起辯論 況且現在香港所謂辯論的方式 就更加誇張到 就像馬戲團一樣 幾十人放在這裡 總之每人三分鐘 你知道形式上是公平的嗎 就殊不公平 不公平在哪裏 其實所有選民 都沒有機會聽到的 就這麼簡單 根本不是在辯論正剛 只不過是玩生弊 玩抹黑 玩恐嚇 玩好會死多事 玩技巧 確不可以記得你 為什麼生態環境這麼變態 令到你所謂辯論不時辯論呢 因為辯論也者 即是咬文雀字 說文解節說什麼 是用語言來分辨 判斷來的 很清楚 先秦時間墨子那一套 和希臘那一套 是沒有分別的 可以告訴你 是很科學的 也就是說 是異分的 判斷是用語言來異分的 即是說 一件事 對錯 真假 就這麼簡單 用判斷在這裏 所以你發覺辯論的辯字 中間從言字 和你分辨的辯字 都是一樣的 你只要用語言 不明白的 判辯 分辨一些東西 所以一定要清楚 你不可以含糊 不可以 想著左右逢遠 這些不是真的叫辯論 所以總統辯論 你看美國大選那一套 臨到最後才叫兩邊埋下 因為你已經要聽就聽完 你只要臨到最後那一套 兩個候選人最後來拉票 差不多 你選他還是選我 就是這下 香港近幾年都試過類似 極其量 特首 梁家傑和曾蔭權 還有一次不是特首選舉 而是曾蔭權和余若薇 那一次是故意的 故意的 但有些近似效果做得到 至少 大家說回自己的見面 沒錯 為什麼呢 因為觀眾的生態環境 是決定了你辯論那些人 是用什麼方法來和你溝通的 所以說通常你那些觀眾裡面 就已經是 臨到最後是要疑判 疑判一的 要是他贏 要是你贏 要是你贏 那正常都要辯論 我明白什麼事 但好像現在這樣 好像街市喊爛 街市喊爛 都沒有那麼混亂 所以就說聽眾或者觀眾的生態環境 決定了這些候選人有什麼反應 所以你這麼多當一齊 在各自叫囂的時候 其實根本就是 各自叫囂 各自叫囂的時候 反映了一件事 就是對著那些講諸講話 你不知道他有什麼立場 他都沒有立場 他不是說了立場 沒有意思 你剛才說的街市 街市那些喊名馬實價 多少錢一斤多少錢一兩 買東西的司法都聽得清清楚 現在這一群 我聽到他們說什麼 算了 我完全聽不到 連司法都不明白的話 不要叫別人 還有今年有一件事 是特別差的 以前也有 但沒有今年那麼離譜 今年出了很多奇怪的二打六 他們說不到好的話 給不到好的話給你聽 總之我就說一些最壞的 甚至最賤格的 那沒辦法 他就拿人注意 無端的說什麼 我不開名 不想跟這些宣傳 他就說什麼 那一百粒偉哥 是不是你跟他用 這些不是辯論 這些是說這番話 那個根本是把自己的 沒有人格 沒有自尊 我不管他是什麼 立不立場 沒有人格 總之就是用一些最噁心的事 給別人看 讓你來注意我 生態是怎麼決定了這件事的呢 所以你會發覺 美國那一套的話 其實如果你是最初幾個回合 或者最初去拉票的時候 他們用Rally 用總製大會 他們不需要用辯論 原因就是 如果你想一下 你用希拉里的肚子 跟二打鹿 擺在一起 那個二打鹿 明明會有正確跟你說 他說什麼 就是剛才你說的 叫囂 吸引你注意 所以別人的選舉文化 已經知道什麼 有經驗 不會把你的 真的有份量 跟二打鹿 擺在一起 別人也不會 跟你擺在一起 所以香港就是 假其名約公平 把所有人擺在一起 同台演出 是殊不公平的 因為根本完全不是那個水平 現在是被那一班 完全沒有水平 甚至搞破壞那一班 浪費到整個選舉 都整個質素低了 所以就是說 鑑粗壞公平 實際上做不到公平 甚至破壞公平 所以反而是 你們不如讓各自候選人 各自去街站拉票 各自做Rally 做世大會 隨便你 問題你會發覺 很過癮的事情 香港的傳媒生態 都決定了 但當初 為何要公平分配時間 這一下子 是怎樣出來的呢 因為那個資源是不夠的 限制了 你不能隨便舉辦電視台 不能隨便舉辦電台 甚至你想 把錢都扔進去做電視台 也是一藍之因素 可以不讓你做的 所以香港的大氣電波 已經壟斷了 比地產霸權更加嚴重 壟斷了 在這個前提下 其實只有一個台 就叫公平 那叫香港電台 真可憐 因為他是公認 他不能不公平 問題是 如果官方機構做公平的現象 他可以怎樣做呢 他都沒辦法做 難道每一個候選人 給你半小時 各自做世大會 電視 他做不到這件事 像你所說的 如果二打六都可以和你報名 用那半小時的時段 他一定會報爆你 24小時不夠用 我們講體育比賽 剛剛講的奧運 你也有一個篩選機制 你將一些水平不太高的 所以現在的篩選機制如何篩化呢 就是一男子決定要簽一張紙 然後說你不簽就篩走你 那不是另一種篩選 你是要有水平 就算是美國民主共和黨 你也要有黨內 分開兩條線 所謂篩選那一下 對其他人說是沒有意思的 初選的概念 千萬不要混亂了叫做篩選 初選的概念 在你同一個黨之內 爭取你那個黨的授權代表身份 那個叫做初選 很多人誤會了 甚至是醜化了 扭曲了那個概念 但凡選舉必有篩選 這些是故意 不加X字 是意的 是故意誤導的 是故意誤導的 最大民主國家 美國都是西選 都是西選 亂說 美國的選舉人要 就是不是直選 那中國那些 都一樣是民主 中國是最民主的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這樣 印度最大民主國家 一個金牌都拿不到 沒錯 變了就是說 有很多人 港豬完全沒有基本常識 就被人騙 騙到今時今日 你對著那個所謂電視辯論 於是大家就更加討厭政治 目標很明確的 最好是討厭政治 你不要聽人政治辯論 不要聽人演講 不要講政治 這麼簡單 因為政治是非常醜陋的 他故意做成這樣 基本上現在你不要跟我說 香港有政治辯論 香港從來都沒有 從來都沒有 OK 如果你要看的話 看美國好過 第一他真的很有規矩地 你喜歡出來生氣人辯論的人 人家喜歡就跟你玩 不喜歡的 人家有權不玩 這才是公平的 我都逼你同台半個小時 大家各自表述 沒有這件事 而反而就是 各大政團 各界政黨 自己內部 有一個初選 和篩選的機制 令到他在裡面 你會發覺 政黨裡面的初選 是有辯論的 面對面的 而且他們以為政黨為了自己的利益 一定是有那麼多的水準 因為他的面對觀眾是相同的 民主黨就是對著民主黨的選民 共和黨就是對著共和黨的選民 你要拿你自己的黨的選民的授權的話 是非常明確地 你沒有別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辯論是有原因的 判斷是很清楚的 然後去授權了 代表黨 之後你會發覺他在做什麼呢 他在巡迴演出 是做這個所謂rally 就是做世大會 就是每一個地方 去那個莊腳的地方 就做一個演講大會 做世大會 宣佈講解自己的政綱 老實說 都挺單向的 但是反過來 為什麼他們可以這樣做呢 就不是沒有溝通的 因為他本身下面的基層已經做了事情 什麼的議題 什麼的政綱 形成過程 是從下而上 你不能夠不理選民基礎 去講話 最過癮的是什麼 特朗普這個瘋子 忽然之間很雲巡地 真的做了總統候選人之後 真的做了共和黨的提名人之後 發覺這些事情理性了很多 理性到什麼地步呢 討價還價 甚至對著他最想落閘放狗 趕走的拉美裔的選民 都說要兼容 都說要有福利政策 讓他融入主流社會 只不過他還是落閘放狗 這是政治現實的考慮 沒錯 他又不帶那麼多的動得光環 總之現在這個政治現實 需要這樣 那我就因應這樣來調整選舉策略 他怎樣拿三筆才算 去到他真的做了共和黨候選人的時候 他都要比總統 所以任何成熟的政治體制 民主體制 由下而上 產生議題 產生政綱的步驟 不會因為個人 而有所改變的最大分別 不是人治 他真的有一個政治系統制度 你誰能夠駕馭到這個系統 你就拿到授權 很重要的一件事 而這個系統本身 是獨立於個人的 甚至獨立於黨 也有時候 你想一下 美國的共和黨 出了名反共 但是美國的共和黨 對中國的特別友好 很過癮 尼克遜就是共和黨 這是真正的政治 現實政治的考慮 外交政策 你不能理會共產黨 還是火星人 還是立法 因為基辛國家 有一個名言 即使撒旦在地球上 有個國家 你首先要做的 就是派一個大使去他 建交 那你基辛格 是外交老手 大使級不用說 這樣才叫做大國風範 人家本身的政治體制下 產生議題 是從下而上 已經有系統了 所以你取得授權之後 你代表了一個政黨 你才跟對家臨美 那三輪總統辯論 真的有埋芽 第一就是個人對個人 第二場就是總統大副總統 然後第三場就是 總統在台上 台下就有觀眾代表去提問 所以三個環節裏 就體現他自己美國的政制出來 個人對個人 你自己要出線 團隊對團隊 政府總統同一個陣線 然後就是總統候選人 對全體社會 所謂community的概念 於是有些人輪選出來 提醒出來 有問題準備好 問總統要回答 即是公開的 所以別人那三輪的總統辯論 是有他的邏輯和文化基礎在 請問香港有沒有這個政治 你一大集十多人 然後大家互相 叫囂 你完全不知道叫囂些什麼 不是辯論更加不是選舉 所以基本上這件事非常難看 亦都是說選民的生態決定了 因為選民的水平也是很大限制 當你整群港珠在這裏的時候 你都不知道想站在哪邊 你本身都沒有取向 那你想怎樣 我們就算不是說辯論 平時在日常生活 跟人討論 一些政制或者政策問題 每個人都不是跟你說事實 說道理 說感覺而已 說情緒 說感覺應該可以說情緒而已 他們就完全是 不要說做不做 是完全不顧事實的 總之我的立場 我的情緒是這樣 這樣 就一定用到扭橫折曲 就是說 因為他親共 所以他說赤簡無殺人 這些我都聽過 甚至也聽過有一個 因為他支持政府 逢建制所有事情都好 港鐵這樣加價營運 其實是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的 因為政府是港鐵的大股東 只要港鐵賺錢越多 政府收的稅就可以越少 大家都受惠了 雖然香港也有一個情緒 其實美國不是沒有的 都是很瘋的 你明白美國的社會分歧可以更大 不過 他有政治制度在凝聚共識出來 正如美國到今時今日 你不要笑 我怕你噴飯 到今時今日 都依然有宗教團 堅持說地球是平的 不出他 很多的 尤其是中西部 那些很封閉 那些很多 所以極端的事情 美國其實有好過四多 但是別人的社會 容納得下 否則他根本不會爭取 成為所謂主流 要影響你 什麼家科 他各自為了自己的權益 去爭取正常的事情 社會分歧 社會有差異 是很正常的事情 問題是不會像香港 混在一起 不知道是什麼家科 因為那邊硬糊塗的人 所謂硬不理性的人 他都知道有一個客觀的政治制度 他要去跟 而不像香港的 居然可以有些陰莲 即是你一個候選人出不出來 有時候要看看西環 問一下西環就不出來 西環喜歡你就可以叫你出來 另外還有 人家真的是一人一票 不要說什麼間選 不是直選 人家真的是一人一票 分量是相等的 相反這邊 有的人是一人兩票 甚至一個人有十幾票 公司票那些 即是功能組別那些 又是尿尼馬柴 基本上你選民的權利基礎 都不相等的時候 你有什麼可能要求 他們的智商會相等 這是不可能的 你不需要用腦 有些是 另外還有一件事 也有影響 就是說 香港的政治體制 從上而下 都可以落閘放狗 其實說政綱是沒有意思的 這真是我不怪 部分叫囂的 就算搖旗立喊 現在是銅鑼環下 我都不能夠心怪他 為什麼呢 你想想 除了搞破壞 或拉布 你在議會裏面做到什麼 教科 你不是由議會主導的法律 形成的 你不是由議會主導的政策 形成的 你發的事情 沒有所謂公民基礎 你是政府主導的 政府議案的話 總之五十一%過了 一半過就可以了 但反過來 你試一下 你作為一個議員 你自己提議提案 要分組點票 你年輕過不了 不用問阿貴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有什麼可能說 我作為一個政治候選人 憑我的口才 我的見識 我的魅力 可以左右到政策 不會的 是你的關係 是你的利益 是你的網絡 和阿爺的陰典 令他有權 你現在去到一個地步 就算真的想說政綱 說道理 都做不到 因為旁邊 這個制度 引入太多叫囂 而打了一個叫囂 那你真的想說道理的聲音 是被那些叫囂 掩蓋了 你根本是不能 劣幣驅逐良幣 甚至最簡單的事情 就是大家不要再迷信 表面上媒體的公平 是沒有意思的 反過來 不如這樣 你真的發牌給黃慧基 是呀 你好像美國這樣 有本事 你夠膽就出來開台 開台 開咪咪 有人聽 有人看 搞定 就像網台一樣 我們發覺很過人的現象 很過人的現象 為什麼網台 又不自己舉辦選舉變動 這個就要看他們的候選人 遇不遇上來 他們會覺得網台的影響 比不上傳統媒體 這個就很過癮 就是說 因為你已經壟斷了 所謂傳統媒體 壟斷了大眾媒體 你這樣選擇有限 除了大台之外 就別無其他 或者港台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一個電視台 一個電台 一天 給你24小時 你一個候選人 給你講十分鐘 你都死了 所以如果你不爭取 在其他的渠道 那裏 大眾媒體出席的話 你就不要怪人 在那裏 來折擊 來咀嚼 來叫嚼 來制止你說話 因為人的目的 就只是制止你說話 已經夠了 反過來 為什麼他又不想 這個網台媒體說話呢 亦都反映了另一個危機 如果你讓我選擇 我會覺得 會不會他們自己沒有話說 這個可能更過人的考慮 如果真的有些候選人願意上來 就逐個給你講 你可以慢慢說 你證供什麼都可以 時間一樣 可以相當 因為你又不是持牌的媒體 照計網台不受你那些交夥限制 照計請他上來訪問 咬我吃飯 他可以說話 所以我發現一件事 因為我們從來都不介入政治 嚇死大家 我們從來都不介入政治 真的有評論 我們不會主動影響 搞什麼家伙 搞什麼家伙 我純粹評論 其實呢 這次贏輸也好 發生什麼事也好 要嚴肅地考慮一下 這件事 在一個媒體已被壟斷的情況下 為什麼這麼多政黨 這麼多政團 不發展自己的網絡上的溝通方式 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當然不能怪別人 折擊你 搞圈蛙 你自己說不了話 你應該學回美國造勢大會的傳統 你是爭取機會曝光 去講解你的政綱 講解你的立場 就算我是拉布你 被人明白你為什麼拉布 在這個情況下 就不會出現驚險萬分的鏡頭 去到最後拉布 發覺大家好像未有共識 又要等法叔 麻煩你 這不知為何 所以香港的生態是很不健康的 你這麼粗糙在一個 很不健康的生態裏面 說我一個公平的選舉辯論 笑死人的 完全不是辯論 不需要牽涉到我是否教辯論 這件事 現在就算了 一些中學教師 小學比較少辯論 中學多小學開始玩教理辯論 怎麼教呢 辯論 兩件事 對 完全兩件事 以前我不是去到宵宮 你那麽高級的辯論教練 我們是中學雞 中一開始玩辯論 都有一些很基本的 玩得很開心 老師會說清楚 辯論就不是吵架 有理有志 論點論證論句 這樣 現在的教師可以在學校怎樣教呢 你的社會生態是這樣的 還有沒有可以玩 所以先說傳統你以前玩的那一隻 你所謂當時的小學雞 中學雞 都比現在高明得多 高明很多 為什麼呢 很簡單 就是老師的質素不同了 當年老師真的教你講道理 這個很大分別 雖然未必懂得唇槍、薛劍、針鋒 相對這些 但起碼他不明白什麼是講道理 而他們參考文化傳統 英國佬大陸的當年英國佬的文化傳統 很重要 很大分別 香港的辯論文化 是建基於英國的國會辯論 英國國會辯論是極有規矩的 雖然不是白紙黑字寫著 說你叮叮三分鐘 不是那一隻 問題是人家的紳士風度要表達出來 作為一個所謂社會言達代表 他其實有分他的次序 線喉、優善 所以你會看到後面的後面 很少說話 他也是國會議員 為何坐在後面的牌子不說話 就是拍手掌 做一下氣氛 為何呢 因為論背牌子 他不是最高級 不是最年資深的那些 所以他發覺永遠都是由兩邊 內閣和影子內閣 手上和反對黨領袖 直接對壢 前排辯論 分次序 逐步去到後排 後排的人多數都不用說話 就是因為人家已經有 剛才的概念相同 就是從下而上 你選民和政黨已經形成了你的政策 你只是代言人去說 因此人家的國會辯論是極有規矩 到最後呢 就是由皇帝拍板簽 你不是說我同意你的事情 你表態之後 當然是形式上皇帝拍板 皇權依然存在於形式上的事情 不會忽然間一男子因素就推翻這些事情 不是啊 香港的形式會變成實權 校監都突然間 他會濫 他會濫 人地英國人做出來的話 就叫做兩全其美 大家各自保住的面子 我又不反你桌 你又不反你桌 結果皇帝就是虛軍制度 就是這樣來的 所謂君主納變就是這樣來的 皇權依然存在 不過他不能夠不同意 因為國會已經同意了 在這種情況下 最重要的決策機構就是國會 國會本身是由政黨組織 所有選舉活動主義 形成政策去到內閣 拿出來成為法案的時候 還要得到 反對黨 爭取反對黨同意 如果你控制不到國會 已經輸掉了 為什麼英國有一個傳統的信任投票呢 就是這樣來的 如果照到你控制了國會 那我提出的政綱 應該成為法律 如果在這個情況下 依然沒有辦法控制國會 通過那個法案的 就是說你的所謂內閣 控制不到國會 在這種情況下 重選 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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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會從來 所以人家的事情很有邏輯 非常有邏輯 人家才有所謂的社會穩定制 做到出來 香港純粹 亂抄的樣子 結果是攬炒 所以根本沒有國會的主導權 你說什麼議員的質素 人家的政治也成熟 你保守黨內部也不會攬炒 你看這次 香港的建制派內部 是不斷攬炒的 這個也是跟政制從上而下有關的 英國也試過攬炒 很久以前 當初開始軍主立憲的時候 都試過攬炒 你真的不能怪他們 不熟習什麼叫民主 那是一個過程 不過人家很快已經學會了 原因就是 我給你有權去做決定的時候 你也要炒 那就不要怪人 下次再換屆 這是一個學習過程 香港是不能學的 沒有這件事 政府不是你選舉產生的 內閣不關你的事 在這樣的前提下 你的所謂議會 可以做到什麼呢 他沒有機會成熟 他沒有辦法自己制動 做一個政策 制動一個法案出來 然後自己要跟選民交代 他沒有這件事 就算是建制派 他也做不到這件事 他也做不到這件事 不是沒有政策形成過程 因為我也有教大學 就是教這件事 叫政治言論 他是由一個政策形成過程 不過你看不到 也就是說 外國不是沒有政治討價還價 不過去到最後 就沒辦法不見光了 而香港可以保持 一直都不用見光 總之 一味是攬炒得越來越厲害 我們看到這次 有很多建制那裡 泛民內的互相攻擊 都不是現在的 建制這次的互相攻擊 是對得很厲害 和很到肉 是啊 那沒辦法 梁先生帶頭做這件事 你居然可以這樣 兩個特首候選人 都可以搞成這樣 你說下面那些 有什麼辦法 不上行下校 很簡單 其實一個尊重健康的辯論文化 對那個社會 是有一個很大的進步 推動作用的 你想想 希臘 為什麼那時候 有這麼發達的文化 科技文化 你真跳公開辯論 對呀 他們的邏輯辯論 這些是很出名的 到現在也是很出名 他的辯論文化是怎麼來的呢 一方面是跟政體有關的 雖然說是奴隸社會 但他也是用公民投票 你說雅典 你也是用公民投票 去決定哪個執政 就算羅馬 共和國時期 他也是這樣 你也是議會決定哪個執政 在這個前提下 自然人民有權 人民就學會什麼負責 他就是公民 那時候的公民 我有份投票他做這個執政官 他出事 五年之後從選 我不選他 唯有是這樣 在這種情況下 人家就有一個學習成長的過程 到了文藝復興的時候 歐洲經過黑暗時代 希臘羅馬這一種好的文化 包括辯論文化 包括重視邏輯 重視理性 你會發覺西方社會的科學與民主 是同步出現的 是有原因的 科學最重要的是什麼科學 你不能夠說假 你能夠拿出來辯論 公開討論的事情 真假是用事實和證據去判斷的 到最後交給人手上 難得你還可以閉上眼 黑是白白是黑 你做不到也做不到 香港做到 香港越來越厲害 根本就沒有 所以是公平決策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你會發覺民藝復興之後 西方社會 民主與科學是同時進步的 其實是缺一不可的 你沒有了民主的前提 科學是不可能真正出現的 亦沒有了科學的決策過程 民主是不可能成熟的 但它是逐步做到這件事 但梁政循環從何開始呢 制度上 你真是議會要有實權 人民才能夠有一個理性的投票 你有一些能夠理性投票的人民的時候 你的辯論才會有理性好講 現在發覺香港的選民都越來越難 發覺有一個理性的成份 老人縣一大堆 那些旅遊巴是很旺的 很多地方都訂了 尤其是老人縣附近 還有一些一屋不知多少姓的 那些真的中票得票 話分兩頭 中票還中票 動員還動員 你會想一下 人家出的旅遊巴去送人來 只會人家組織得好過你 你沒得怪人 中票就說沒有的人 有的人都會中票 如果你的老人家已經是神志不清 你這麼操意簽的名字還可以叫做中票 問題是人家只不過組織得好 但他們是專門組織一些頭腦 在這方面認知上非常有問題 專門針對你的弱點 因為我自己以前做過一些上門的 中文洗樓 不是洗樓 是直接民意調查 一份有百多元收入 也很有水準 有時候有些是年輕一些 有些是年老一些 他年老一些 他年老一些 他是有投票 但十問他很老實的一個老人家 十問狗不懂 什麼都說 但他有投票 他相信誰 因為他早已探訪了他 不一定有收禮物 搞清楚 不一定的 洗樓那群友仔 其實不一定是送禮物的 問題是起碼他知道的老人家在 那些所謂民主黨派 其實根本連選民在哪都不知道 都說幾年前 不是叫我踢爆 有份第一批吹雞的 說種票的現象是甚麼 已經看到很明顯的情況 你當區的選民明察 你那個民意代表 居然是不清楚的 要等到傳媒踢爆了 然後你才說 那層大廈25層樓 為什麼是27層人登記的 你之後才知道 那個選民明察是你那區的 你是代表那個區的選民 你自己不看 叫做PK 你沒有人助選的嗎 你沒有人做選舉工程的嗎 你不要每次都說 資源不夠 人手不夠 說甚麼都沒有用 到底你有沒有定期 去了解你的選民 這個很貼地 這個很貼地 這個就是傳統泛民做得不夠 你看傳統建制那些 我自己都接觸得多 他們做的那些地區公共 你不要理他們 那些選民是不是 政治認知有多少 他們真是貼心的 很多事情 下雨 打個電話找了甚麼主婦 收衣服 其實上一次區議會已經出現了 以前的口號叫蛇齋餅種 上一次區議會已經改了口號 你記不記得 叫蛇蟲鼠蟻 聽到真的很噁心 事實上就是 防止蟲鼠 你那裏有蟻 要去滅蟻 原來區議會的議員 是會幫你想想 聯絡政府部門 防止蟲鼠組 去幫你搞些道蟲 他們很重視 我記得 衛生是合理的 胡錦濤來訪港 香港政府當時 安排了一個家庭 給胡錦濤探訪 親民 曾蔭權還在胡錦濤旁 周永權 胡主席很關心 你覺得這區有什麼問題 師奶說 多蟲 曾蔭權馬上和後面的男人說 這區多蟲 看看吧 原來對著國家主席 最重要關心這裏的蟲 事實上是 不是蟲 很簡單 公共衛生 基本生存條件 你不可能疏忽 你貼心與不貼心 不一定你可以怪人 不一定的 不一定死得病種 人家只肯花時間 肯花心思 起碼選民明察 誰還誰 人家會知道 明白嗎 所以每次說 資源不足 每次說時間不足 每次說是借口 如果你不能做到 貼近選民的基礎 你來選什麼 我來選口號 所以都是空話一句 這個建制派 這十幾年來 我發覺它是有進步的 我記得九十年代初中期的時候 因為六四的影響 加上泛民那邊的明星 都很厲害 基本上 那時候的建制很弱勢 一選都輸 那時候我聽過西九龍那邊 一選都輸 就說是明星合影 類似你剛才說的 很多藉口 好了 到了後來建制 所以他們真的痛定私中 除了因為資源多 之後 他們轉了打法 就真的越來越投入社區摘根 人釘人等 明白為什麼會轉嗎 明白為什麼會轉嗎 免得說我踢爆 你也知道 我的底子都很紅 有紙道 說組織 你講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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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一轉 人家不是真的派黨代表 在阻礙你做事 人家只不過是 有人用其他基層組織的方法 來教你 簡直是指揮你 指揮你那一件事 但教已經夠了 你不會蠢也不會做 他找些真的會做 後來你說去做調查 洗樓 關心民生 就是那時候03之後 流下來的東西 而且他們不需要 這班人不需要重視他辯不辯論 正不正光 只要我和街坊建立了什麼關係 和街坊建立了這個關係 街坊又可以影響他身邊 一群打牌的街坊 不用真的送蛇齋餅 所以回頭再解釋一下 表面上做一個 很像很公平的 電視辯論出來的話 其實這件事是刊課到不刊的 基本上很誤導 而且選管會 就故意誤導 寫蛇信水蛇春 十幾張名單 一定要公平 結果就是最不公平 對整個選舉都不公平 因為整個選舉都不公平 根本是你整個選舉的水晶 問題就是你又不能夠不說處心戚慮 為什麼呢 如果你出來選舉那班人 例如泛民 都不用說出場 你根本都不注重地區工作 你只是教明星效應 靠光環 正正對政的要害 我都給你公平時間 我都給你公平時間 我就找個二打輪出來叫囂 那你怎樣呢 上次的區議會選舉 就是梁家傑 人家說是地區工作 我們不可能放這麼多時間 搞地區工作 藍血人 結果 他連他黨內 都不斷大力去批評他 就算是你 都不可以公開這樣說 我們做不到地區工作 因為我們不空 我們做律師 你不空 你不要跟我說 你沒有個嬰兒 那你就不要掛人家 有空去做這些 專業的大佬 所以變成你要有空做律師 找律師的錢 你不空捲地區工作 你不要出來從政 麻煩你 分得很清楚 所以變成你的制度 也是很變態的一件事 會不會有專業的從政人員 但你不可能再找一個事業 這也是很可憐 香港商界有足夠的資源 去找一些專業的政客 去做他們商界的政治代理人 無論是北京還是香港 他們絕對有這個壓力 但我發覺香港商界有一個很可憐的 就是他們不像外國那些 真的找一些專業政客 只是向北京 我搞定上面 我拿到政治和商業上的利益 這就算是從政 以理性來分析 你又不能說他們蠢 這是最直接的 這只是即食麵 即食飽 但長遠來說 你知不知道會出什麼後果 試過有人想改 改不了 自由黨當年的路線之爭 就是這個 他要行功能組別 還是普選 功能組別 你明知道選民基礎是公司票 不是人 是機構行為 在前提下 你向最直接有權的 那個 拿資源 例如 叫阿爺 拍斷肩膊 其他那些 不要翻桌 就對你出來 那種很直接的 你不怪他 很理性 這些不是理性 這些長遠來說 是非理性 長遠來說 他出了路線上的分歧 會不會搞地區直選 他要做地區工作 要組黨 要自由黨 就是這樣 結果呢 兩頭大 最重要的是 共產黨是一個非常非常講現實的政黨 你一定要有一個實力 沒錯 你商界記住一件事 你政治上沒有實力 而純粹靠他給政治權力 和經濟權力 早晚玩完 他現在紅色資本 是一直不斷換血 大家也看到 最明顯的個案就是 港進亂 已經沒有人記得了 簡直想他死 就沒有人記得了 那時候 是威是小的 是威是小 那時候 都跟他們有接觸 那些人是眼紅 看到港眾人 嘩 眼紅 他們裡面也有 結果呢 現在呢 沒有利用價值 因為你自己純粹靠上面 給臉 給利益 所以 其實 香港的商界 絕對有能力 提升整個香港的政治容量 當你向商界呼籲 又要兩難 因為他們的而是一個綁手綁腳 你叫他們做一些民粹 貼近民情的事情 他們怎樣交代 又有難度 這些他找專業政客 去跟他們幫忙 就總好 你看到很多 應該的 應該要的 你看到田北俊這些 我當他也是有心 他們這些做好的老闆 拋過身出來搞直選 真的會兩頭不動 因為你不是專業政客 你又要放下生意 又要考慮你自己商業和政治上的平衡 反映出什麼叫政治不成熟 你以為美國人的商界不干預政治 什麼樣 不過 人家聰明 他真真正正就是 其實他會贊助候選人 政黨和商界永遠撕不掉 其實雙方面都要在背後爭取商界的支持 因為你那個人力物力的動員 黨有開支 一大堆東西 每次選舉 斷億美金賭出街 你預了這麼大的選舉工程 你商界不參與 你找我笨嗎 所以變成商界絕對有討價還價的能力 問題是美國商界聰明在什麼加科 他們自己都有聘請政治顧問 去幫他做政治決策 也就是說 兩邊政黨候選人 都來黑票 甚至是黑資源的時候 絕對 一定 正常 起碼商界的朋友 他會有顧問跟他說 我要拿回什麼 加換條件 到時你的法案會怎樣上 會不會影響我利益 長遠會不會影響社會穩定 人家真是討價還價說話 香港商界大問題 政治和商業應該分開 經常有這種意識 這件事是很大問題 你相信 我發覺你都被左膠誤導了幾十年 為什麼呢 商界的政治水平比泛民更高 因為他明白一件事 就是有很多商業上的利益 根本是政府主導的 如果你不是政府政策主導 甚至不是中央政府政策主導的話 你是賺不到某些錢的 明白嗎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根本不用和你的政黨候選人討價還價 要討價還價的那個 政府高官和北京的領導人 他們不是不討價還價 他們討價還價的對象不是你 因為你沒有實權 你的票是虛的 明白嗎 結果他不斷向最高的權力討價還價 但是他們的空間 越來越比最高權力的食理 所以就是他們不會玩政治 美國商界永遠玩保險 玩對沖 他們知道美國商界或西方成熟民主國家的商界 他們真的知道專業政治是怎樣 但你剛才說的商界 可能是指很大財團 他們真的對政治意識強 但我看到很多香港的中小企 那些小老闆 他們真的很抗拒政治 這樣就有傻 別人沒有小老闆 也有的 問題是自己會有小老闆的商會 明白嗎 別人是有一個自行組織社會的集團 對呀 你說起香港中小企 很大分別 你說起香港中小企的商會 他們又是經常向上面那裡 拜拜這個權力 這個又是大問題 錯誤學習 很簡單一件事 等於幾年前 都已經跟女王說過 當時有一個很簡單的界別 其實是有資格符合近乎普選的基礎 問題是那些人自己都不去的 哪一屆呢 飲食界 為什麼呢 就算街邊魚蛋 當是拿正的車子牌 你都是飲食界 有權投票 有權參選 現在整個飲食業 食物質素 服務質素全面下降 去茶餐廳 一試就知龍與鳳 還有價錢 那你就反過來想一下 其實你的觀察是沒有錯的 有很多中小企的老闆 有一個很變態的二分人格 一方面 他覺得自己是小市民 無權無勢 就算你其實有權在一個界別 參選的話 你也不會去 還有 說起飲食業的界別 你現在誰在立法會代表你們 完全不是代表的 二十元 但是反過來 心理分裂就是什麼 加科 反過來 當他覺得要從政 或在政治上 去取得那個影響力的時候 他不懂得自己 去找一些人 來授權自己做事 他是要黏在大老闆 他覺得大老闆才說到事 很過癮 如果在飲食業界 和自由黨 自由黨搞的飲食業界 那天 二十元張 出了什麼時候 他在地區直選 當時很多裝卷 或是各個不同的分站 那天馬上打電話 去自由黨中央 大麻煩啊 你說二十元 我們出到街都到處被人罵 連屬我們的街坊都被人罵 我們在地區上 一票一票 突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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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句二十元張 就已經把我們一鋪清黨 結果那一鋪 他除了二十元張 終於死死地出來 道歉都不夠 很多地區上 自由黨的人 真的紮實肯做地區工作 那幫跳船 是啊 是嗎 很可憐的 你就是說 你就是商界局政治眼光 就是真的 商界局的政治水平太低 沒有人叫你站前台 你不懂得說話 就找人幫我們說 你還要霸佔個位 你找別人出來 問題就是 他們錯誤理解了一件事 就是以為 因為我要取得好 於是 我自己個人就有票 這是錯到不得了 錯到不得了 結果你的好處是越來越少 你說共產黨真的這麼白癡 不要這麼低估一下 你代表誰呢 你不需要自己拿著票的人 你是有辦法 反過來說 我不用做議員 但我議會裏面有多少張票是我的 你說得出嗎 你說得出嗎 說不出 所以商界那些人出來從政 你發覺他們那個 辯論 我們講回辯論 或者講回自己的主張的時候 他真的比起那些 在前線做政治的那些人 比下去 所以商界一定要提升 你有資源 你要提升香港的政治水平 其實商界絕對還有很多空間 你現在再繼續不做 你紅色資本再來的時候 你們沒得玩 即是說 這麼多投資 他們最不會做的投資 就是政治投資 這是一種即食文化 總之我吃飽 然後有什麼事 我就走路 以前的商業環境就是這樣 你要佩服英國佬厲害 可以管得人這麼蠢 但那個時代和現在真的不一樣 那個時代 你可以有條件在香港做蠢人 今時今日 你不可以在香港做蠢人 大哥 你被人這麼知道 都不行 所以你說商界那邊的 討價還價空間 海闊天空 所以說 到底他們會不會利用自己的優勢 這個反而才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發覺社會所謂的 撕裂也很重要 分歧也很重要 你沒有了一個所謂的凝聚的條件 好過一個奇怪的 所謂的兩難現場 剛才我踢爆了 政制限制了 很多人都會說 問題歸根究底 就是這麼多限制的前提下 到底社會裏面各個持份者 你打算怎樣回應 如果像港進聯一樣 就學回以前那一套 接著吃老闆的 最後泡門法 不見了 很明顯 商界還不吸收這些危機 就只是面對自由黨的兩難 一方面 老闆也跟北京拿著數 另外地區的裝腳 也跟街坊解謊做關公 兩邊不是人的話 你哪邊都不用去 其實這件事 當時自由黨劉健也說過 大家都應該記得 當時五區超級區議會 最後接納了民主黨的方案 劉健宜當時代表自由黨 有點酸流流的 說是民主黨才聽他 我們那些人不會聽 我心想 為什麼呢 因為人不可以宣普圖 因為當時民主黨 他們經營地區和政治能量 仍然比你自由黨高 沒錯 政治呢 共產黨是看你有沒有實力 他才跟你談 是啊 如果你商界不利用自己的資源 去壯大自己的政治實力 純粹是每次都去北京拜票的話 趙萬之所貴趙萬能賤 萬子是一個辯論天才 天生 不敢說天生 他媽媽教 他媽媽教 最重要是你有實力 沒錯 香港商界 其實是可以 你不要說民粹 其實還可以和其他 年輕一代的政治主張 有共通點 反對全民退卜 商界是不喜歡的 是不反對全民退卜 香港年輕一代也是反對的 其實有些事情是可以合作的 其實很多事情都可以 我覺得有些事情 如果英國也特別厲害 製造了一個假矛盾出來 令到商界經常認為 社會上的主流 和他一定對著幹 不是的 就算你對著幹又如何 這個就是 那些外國人多年來 累積回來的經驗 就算對著幹又如何 政治永遠是講實際利益 他永遠是對沖 這個話題和我對著幹 但第二個話題不是和我對著幹 是你一致的 難道為了這個話題 你和我對著幹 全部的反胎 那樣都不同 你討價還價 不會 所以人家聰明在 他有空間留在後面 討價還價完之後 你出來投票的時候 你的政治代表在台前 做足了你要做的功課 因為後面已經溝通好 所以人家的社會是有機的 我們這些社會是機械的 兩回事 商界是走去北京溝通 去西環溝通 其實他們都幫不了你太多的手 說到最後 就是看自己的實力 你始終是要面對香港的選民 一來 商界有一件事是不會不明白的 幾口響都好 你最後賺不到錢 你都是接賣的 同樣道理 你以為政治又何況 何嘗 你口說天花龍鳳 有光環 到最後沒有票 沒有意思 就算是西環都不敢再捧你 沒有意思 你捧上去 趕客的 所以要提升香港的水平 商界應該要自己檢討 想回走專業水平的政客 另外 可以主動找回你們最反 你們不喜歡的那些叫做廢青 他們那天反對福利主義 反對過份搞公屋 反對全民退保 可以跟商界有計談 商界那些人 另外一個死穴 是什麼家科呢 就是中國傳統小商人的心態 喜歡親力親為 一定PK 你連找過做老仲年的中間人都不懂 你明白嗎 他連中間人都沒有 你說什麼是政治影響力 你想想那些廢青在街邊熱血沸騰的時候 你不是常常說西莊隔離衣冠楚楚 跟他們坐下來 蹲在街邊叫做捉魚蛋 叫做溝通 看到照片也很噁心 也就是說商界最弱的是什麼家科 就是組織能力特別弱 就是政治組織能力 他政治上的組織能力 政治組織能力太弱 太弱 連些少一個所謂代理人都找不到 你怎麼辦 以前他上自由黨 我曾經試過 他當時自由黨找了一個總幹事 叫做史文雄 他自由黨總幹事史文雄 社會研究方面 都相當之在香港有地位 但是問題來了 你說學者 學者在香港從政 我未見過有成功的經驗 來地的 學者 你不死 我未見過有一個成功的經驗 但是一獲土的就有那個 所以就是說 商界另一個人也是虛火 就去買一些學者 我不怪他 對的 美國人都一樣 他會支持別人的贊助別人的研究機構 不過他要下手做事的時候 你的裝腳和代理人就很講究了 你沒有這些人 沒有意思 學者 這個也是 香港的政壇 就算政府那裏 他們有時候是迷信學歷 這件事 丁佑你要怪英國人奸 迷信學歷 你又忘記了 當年英國人沒有民主的時候 他是叫做諮詢式民主 扮民主 即是做很多諮詢機構 即是做諮詢機構出來 而諮詢機構裏面 他最喜歡聽什麼人說話 就是學者 所以所謂社會言达 高級知識分子 那班友仔 就在諮詢架構裏面 都放了位置 這是退休工 表現不重要 當年劉兆佳也是這樣起家 為什麼 你做的研究分析是對的 其實他也是拿來用的 對施政用的 就拿來用 諮詢式民主 就以為好 於是幾十年以來 累積下來 製造了 因為他是間接管治 於是製造了一個假象出來 令人覺得學者 和政治應該都放在一起 錯了不得了 那時候老董 就找這位劉師傅 他搞了一個高官問責 來自殺 結果 離地道 到現在問什麼責 差不多 問米 問米 你都真的課真架實 所以大家根本沒有研究政治生態 就是什麼一回事 就迷信了一些現象 所以大家 跟著有個政治潔癖 政治很髒 我不行 總之我放心去 在這個諮詢架構 在那塔 放聲高論 給一些精彩的政見 政府接受了 我就是榮華富貴 這樣來 所以為什麼 後來共產黨 教建制派那班人 下區做事 就不辭勞苦 先是蛇妻 後來 整個鼠蟻都管 你總之不要怕 那些事情 要弄髒你對手 你肯去做 最後你會有回報 人家很實際 做這件事 問題是你怎麼拿去平衡 你不能完全沒有學者的指導 分析你不能沒有這件事 你不能沒有商界的支援 你預先不能沒有這件事 你也不能沒有政府裏面 即是統教環教的配合 但落手那下野 這件事 下肯維持政治潔癖的話 你做不到事 這件事很頭痛 而且他們很多 就算是年輕一代的政團等等 有時候他們有一個問題 尤其是阻隔 就是層以過高 真的落手落的 打電話 關心一下師奶 他覺得 德榮的身份 我不是關心這些東西 另外關心一些高層次的事物 這些又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每個人都要拿光環 誰不知道 你十八二十二的時候 我說這些看不上 我不做 不可以這樣 你越來越成熟的時候 你就知道有些事 你不能不能落腳下腳做 可以的 我以前做區議員助理 他很久之前做過 真的落區那些 你真的無論你區議員也好 你還是助理也好 你都是打石仔這樣打 不能夠見到 我不是負責 我不做這些事 我就要層以高一點 高層次一點 喂大哥 你跟街坊 阿婆 什麼什麼 說這些 他就是想你解決問題 他就是想你解決問題 人家解決切心問題 不是聽你說的 所以就是說 我不能夠沒有學者 我不能夠沒有光環 諸如此 政治明星效力也有 不過去到最後 你看到政治成熟程度 就是你執行那一下 你組織那一下 其實你香港這麼多年 回歸十幾二十年 大哥 你要做你怎麼做不到 問題就是 到今時今日 大家都維持一個 天真嬌的水平 尤其是泛民左膠那些人 依然是說什麼 國家民族大義 總之也是高 民族大義也好 人道主義也好 雖然說我跟念玉珍一樣 都是很支持年輕人 去從政也好 但有一件事 建制派那些人 是沒有搏錯你的 搏你什麼家科 你說港獨 你給我一個方案 看看好不好 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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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在互相攻擊就很多 被人的印象 就是互相攻擊 唯一一個叫做本土派 有少少東西看 人家當成神的派 他叫成幫派 有建國 有建國方略 有國師 有皇上 有教主 我們在外面做國際政治研究 我們會笑 不要緊 在香港來說 這叫做有好過沒有 問題就是 反過來那些年輕人 請你放開光環 放開明星效應 落實地面看看 就算你要組織一個香港自治 組織一個香港共和國 你實在是如何做組織呢 最搞笑的 辯論不是完全沒有用的 有時候生股是令人笑的 能源要自給 於是要南海拿油田 你用不用 傻的 以香港的經濟地位 我們買多少能源回來都可以 傻的 所以你講能源政策 居然說南海油田 神經病 所以就是要給少許共和平 我不是想影響這個選舉結果 反正到我現在講的時候 出街已經不是那件事 不要緊 他們都願意探索 探索的過程 可能有些慘忌的事情 問題就是這些是很常識的事情 多一點包容 已經很包容 所以說什麼都可以 最重要是我們沒有影響選舉 因為我們出街已經過了 大家下次再見